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让大家了解这个艺人到底是什么 然后职业音乐人到底又是什么 好 那我们的第一点 大家得要搞明白的就是说 这两者的受众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在买专业 那另外一个 本身自己就是产品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很多人常常都忽略了 或者说搞错方向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专业音乐人的话 你的服务对象 或者说给你工作让你有收入 或者说职业音乐人的收入 这些人到底是谁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所以当我们厘清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觉 哇 生命突然开朗许多 就是很多事情都不再那么的神秘了 我们得要服务的目标 就是制作人 那制作人会发你录音录专辑 会发你做演唱会 或者会发你一些其他活动 那他们会找你 就是因为你拥有职业音乐人的专业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艺术一点的 可能你喜欢玩团 或者你想要玩爵士乐 那所以你就要知道说 我要怎样去让这些玩团的人 认识到自己 或者说爵士乐手认识到自己 那以爵士乐来当举例的话 很简单 你就可以去jam session 那jam session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 让大家来认识你这个人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想要走 这个商演路线 或者说婚礼场的路线 那也是一样 你应该要去思考说 我怎样能够去认识 比如说会发你婚礼场的人 他可能也是 某个婚礼品牌的音乐总监 或者是你要去认识这些 可能会发你场的乐手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歌手 因为大部分的人 比如说婚礼场或者商演 想去找演出的话 第一个想到的 我是说客户啦 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歌手 所以歌手常常会有案子 会有这些工作 那身为一个职业音乐人 如果你不是歌手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多认识这些 不同的歌手 那当然 你要拥有这些专业 那我只是说 这些人会给你工作 那再来 你可能想要教学 那教学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去乐器行教 那去乐器行教的话 是谁会发你这个案子 很简单就是乐器行老板嘛 或者所谓的教育总监嘛 有这个职位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会排学生的那个人 所以你可能要去认识这些人 有机会去跟他们推销自己 推销自己的专业 那他们可能才排学生给你 那如果你想要进入教育体系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考一个教育学成 然后你可能要硕士博士的学位 你比较能够进入到这个学校的体系里面 好所以以上大家听完之后我们发觉 自己之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块 那这个方向可能需要去调整 那如果大家有这种感觉的话 那这一集就有它的意义了 好那讲完职业艺人之后 我们来讲艺人 那艺人的这个受众是什么 艺人其实相对简单 艺人你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产品 你的目标族群就是一般消费者 但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一般消费者会买单的理由 不一定是音乐哦 可能是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艺人的这个产品 的这个品牌让大家买单 或者可以这样说啦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跟音乐本身无关 所以我常看到很多想要当艺人的小朋友们 他们想要往这边走 但可能就搞错方向了 以为就是把音乐做好 或者说专注在音乐的一些细节上面 一般消费者就会买单 但其实这是完全两回事 你是艺人 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 音乐只不过是一般消费者 会购买的理由的其中一块 然后这个音乐所占的比重 常常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小的许多 那除了一般消费者之外 艺人还有另外一种客户 客户有点奇怪 但的确是可以这样理解啦 那就是企业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企业合作 比如说产品代言啊 品牌代言 活动出席 或者一些商业合作 拍广告啊 拍电影啊 或者什么 搭某个剧的主题曲 片尾曲 这些诸如此类的 但一样 如果大家想要有这样的结果的话 那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你的这些受众 到底是谁 如果你的客户是这些企业的话 那你在当艺人的过程当中 就要无时无刻去想说 我怎样有机会能够接触到 这些客户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职业音乐人跟艺人的受众 是完全不同的 我简单讲就是 你要服务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聊的第二点就是 这个职业音乐人跟艺人的专业内容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职业音乐人的专业是什么 其实就是音乐本身 这其实相对单纯 如果你想要被人家雇用的话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 你的专业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成分在 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说 靠关系很重要 但关系这部分 这一集就不探讨了 我们专注在这个专业的内容上面 所以我才会强调 这个专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去想嘛 这是制作人为什么会找你 婚礼场为什么会找你 或者各个这些领域的人 为什么会找你 其实就是为了要买你的专业 所以假如你想要走职业音乐人的话 其实真的就是花更多时间 在把你的专业顾好 如果是鼓手的话 你可能每天要练习 那你的基本功 就是每天的课题 这不是考试 不是说 我可以达到180 比如我某个技巧 管它音色好不好 考试好像都是对的 右左右右左左左左 不是这样的 你的专业就是你要打得精准 人家找你 也是某方面想要为了省钱 为什么省钱呢 因为你很有效率 你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做出 最高品质的这个内容 所以大家会想要找你 那你之所以这么专业 就是因为你每天都花这么多时间 在面对自己的专业 试着让自己的专业精进 所以我题外话一下 其实这本来不是我这一集想要讲的 就是很多时候职业音乐人 尤其是这种一线的职业音乐人 他的这个收费会这么高 原因是在于 他过去十二十年来 每天都在不断的为自己的专业精进 所以很多一般人就会觉得说 如果换算成实性的话 为什么这些一线的乐手的薪水这么高 因为假如你要算的话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工作 我们每天试着让自己 今天比昨天还更好 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练习 其实这都要算在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演唱会 也许只有三个彩排 然后就直接做演唱会 那三个彩排 也许是1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做 比如说一整场小巨蛋的演出 但要知道的是说 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 那18个小时彩排 再加总彩也许 六个小时 然后演唱会本身 也许三个小时 我们所投入的心力 远远不止于此 平时的练习都要算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价钱才会这么的高 好那这是职业音乐人的部分 那如果讲到艺人的话 那艺人的专业就很有趣了 艺人的专业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好了 大家把所谓的经营艺人 如果你自己是艺人的话 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品牌来经营 或者是说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企业 你本身就是一个公司 你把它当成一个企业来经营 这样逻辑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艺人要考虑到的 不单只是某个专业 但是你要思考 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 那你要怎么去把它卖给消费者 或者把它卖给企业主 所以这过程当中你会思考到 你这个品牌你要怎么去经营 所以你要进行社群媒体 那社群媒体你要内容 所以你得要有专业的摄影团队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摄影团队 至少你要懂得如何自拍的好看 那关于拍照本身就是一个专业 那如果你是要拍这个所谓的影像的话 摄影 那也是另外一个专业 不止比如相机的选择 镜头的选择 还有收音的选择 对我前面有聊到说这个声音 你要怎么样让它听起来是好听的 就是我有这个概念 我知道消费者在看我这个频道 在听到我讲话的时候 希望有一个舒服的聆听体验 那假如这些观众 是我想要服务的客群的话 那我就得要拥有这个所谓的声音的专业 所以摄影其实很复杂啦 声音也要顾到 画面也要顾到 打光也要顾到 那如果是艺人的话 可能还要思考说 那我可能要化妆 我怎样的妆容会好看 然后你要想到说 可能你要聊的故事啊 这个故事你要怎么去安排 然后可能你要去想说 OK 我这个月我要拍怎样的内容 那我可能下个月要怎样的内容 那我这一季的目标是什么 也许我发一个单曲 那或者我每半年 我要跟某个艺人合作 那也许我今年的目标 是能够到某个场馆演出 然后为了跟粉丝经营这个关系 所以也许要去设计周边商品 那再来 你可能又要拥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然后要找一些企业合作 看有没有赞助一些商品 然后这些商品 也许可以跟粉丝互动 或者是说可以穿在自己身上 诸如此类讲了这么多 大家认真思考 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到底哪些跟音乐有关 那你不能说什么 我要发单曲啊 这些跟音乐有关 不是我所有的发单曲是说 我要发单曲这个动作 所以我要发单曲的话 我要录音 我要在哪里录 然后录音师要找谁 然后这个单曲的制作人又是谁 那你要发的乐手 然后你这些所有的预算掌控 要怎样去计算 那还有 你要怎么样能够回收 现在可能没有人在买CD 那这个串流 你要怎么去弹 这些比例你要怎么去算 才会有这个利润 你要找谁发行 你这个单曲做出来 你是不是需要一些现场的演出 所以你可能要去预约场地 这些诸如此类 所有零零种种的 到底哪一项跟音乐有关 其实真的 仔细想一下 几乎没有 那这些这么复杂的事情 才是艺人应该要去忙 或者应该要去思考的内容 所以以上就是第二点 关于艺人跟职业音乐人 其实专业的内容是不同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点 大部分的人都会角色混淆 什么意思呢 做艺人的人 常常以为自己在做音乐 然后做音乐的人 常常以为自己在做艺人 大家扪心自问 其实这没啥 因为没有人会知道 对自己诚实就好了 如果你是想要走职业音乐人的话 你每天在干嘛 就是很多人 花很多时间在poIG 拍自己自拍打鼓 自拍弹吉他 或是有些人是 OK玩团 但是想要走这个 所谓的职业音乐人路线 然后花很多时间 在经营自己的乐团 不管是安排 比如下一场演出 或者是说要怎样卖票 然后想说这个海报要怎么设计 怎么样去跟场地拆帐 然后是不是要做一些周边商品 比如说毛巾啊什么的 那是不是要找比利乐团一起来玩团 然后这个时候再回头过来问自己 你过去这个礼拜 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在练习 让你这个所谓职业音乐人的专业 也就是比如演奏技巧啊 音乐的素养 合身的理解这些事情上面 假如打案是没有的话 那不好意思 那你肯定是角色混淆了 好那反过来我们来说说艺人 有很多一开始想要 我是说目标啦 想要成为艺人的这些人 然后就很可爱的 拿着一把吉他 然后握在一个地方 慢慢地感受这个生命的流动 这个空气的这个氛围 然后试着去写出一个旷世巨作 感动千万人 这本身也没有错啦 写歌固然很重要 如果你是歌手的话 艺人的内容是歌手 的确你本来就该写歌 但其实你真正应该要关心的是 当你这个歌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去行销 你要怎么样去赋予他故事 好我不是说你本身写歌的时候 当下的故事 而是你要怎么样 让一般的消费者 或者你的目标客群 去感受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是塑造出来的 并不一定需要等同于 你在创作当下的故事 其实你可以随便编造一个故事 然后套入一个人设都可以 我是觉得大家不用太排斥这些东西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选择 像我 我就比较喜欢 我真实的呈现我自己 那我就是一个产品 只不过有时候 如果是从商业考量的角度 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 那你要知道 如果是当艺人的话 他本身是一个生意 他本身是一个企业 也许你艺人 只不过是这 整个企业当中的一小环 那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商业决策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尊重专业 那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 那就不要去做艺人 也可以选择不要去做这一块 但如果你真的要做艺人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商业考量之后的决定 那如果你要当艺人的话 一开始如果你是一个人 没有被签约的话 你就要开始 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品牌 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企业家 来思考怎样去经营自己 而不是每天 就是窝在那边想说 我写歌啊 或者练琴啊 基本上 你是不太会有机会 能够成为艺人的 真正能够成为艺人的 他们都拥有艺人的专业 懂得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形象 然后宣传自己的 所有的内容 所以第三点 请大家搞清楚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千万不要混淆 职业音乐人是职业音乐人的专业 那艺人是艺人的专业 这两个是分开的 但是 这边补充一点 这两个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谁说职业音乐人不能是艺人 或者说艺人不能拥有职业音乐人的专业呢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可以共存的 只不过 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是要能够分清楚 理解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才不会到头来努力错方向 那所以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最主要是说 这个职业音乐人跟艺人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所以第一点 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说这个受众是完全不同的 你要了解到你要服务的对象是谁 那第二个是说 你要努力的专业内容是不同的 职业音乐人有职业的专业 那艺人有艺人的专业 大家不要搞错 那第三点就是说 千万不要混淆了 这两者真的是不同的 很多人都把艺人当成职业音乐人来做 或者说职业音乐人 把他当成是艺人在经营 当然这样并不是不行 只不过如果你真的要能够兼顾两边的话 那两边的专业跟受众都要能够顾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集分享的内容 好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话 记得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顺便让演算法 以为这支影片非常的火热 希望是真的非常火热 那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的朋友们 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黄子瑜 那我本身是一个职业鼓手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这些 跟音乐相关的话题 或者一些音乐人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那欢迎在这个影片的右下方 点这个订阅钮 打开通知键 你这样才不会错过 我每周更新的内容 那如果你们还想要更进一步的 支持我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在这个影片的下方 有这个加入会员的按钮 点下去 每个月只要一两杯咖啡钱 就可以 让我做影片的时候 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